歡迎收看TPS Learning 本課程名稱為物聯網應用實物 在本節當中將跟各位介紹有關於DHT11溫室度感測器的安裝 以及程式的執行 現在同學可以在開學發射的零件包當中找到這顆 DHT11溫室度感測器 那現在我們先看到螢幕上 螢幕上右邊這張圖是這個 DHT11溫室度感測器它的一個 接線圖 那我們放大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連接方式 基本上它只有三條線 紅色的部分是接電源 那它 注意這邊它是接5V的電源 各位不要接到3.3V 那黑色一般是接地 那藍色就是它的資料線 那這邊還有一個電阻不過我們沒有發給各位所以大家就先不用連接這個電阻 我們只要把這三條線 接上去 那我們對應一下這個接口的圖 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連接5V的電源 然後接地 資料線的部分呢它是連接這個GPIO4 GPIO4 那基本上只要是GPIO的接口 都可以連接 不過如果你接其他的話你等一下到那個程式的時候你就要去 修改對應的地方 不然它就沒辦法正常的讀取到資料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 感測器的部分我們現在來進行 連接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感測器的上面它這邊就有寫 VCC電源 Data 資料線以及GND 一般我們VCC會用紅色的線 那 接地會用黑色的線 不過它這邊好像反過來 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 把它 拔下來 我自己做更換的動作 一般我們 會把黑色的線留給接地 這樣比較不會搞混 因為這個接錯短度可能就燒掉了 所以大家在接的時候呢要 看仔細 OK好那我們現在來連接 那如果覺得說這個插口 這樣不是很好插的話 各位也可以先把它的上殼 把它取下來 那記得在插的時候呢 電源先不要開 所以現在是沒有開機的狀態 好那我們現在來連接 首先電源是 5V 是5V的電壓 然後黑色是 GND GND 隨便找一個接就可以了 假設我們就接 第3個 我們就接右排的第3個 然後 資料線的話是 GPIO4 也就是左排的 第4個端口 好 那這樣子 就連接完成 連接完成 我們就可以把树莓派開起來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感受器這邊會亮一個 紅燈 表示它現在是 正在運作的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 程式的部分 在程式的部分呢 各位同學是不需要自己去寫的 這邊已經有 現有的DHT11 Python的一個程式 我們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我們發現它的程式好像非常短 其實是因為它已經有 Library 它已經有這個Library程式庫 因為這個感測器的運用還蠻廣泛的 不過同學如果做專利 自行去 購買感測器的部分 有一些可能它就沒有 在Library當中 各位就要自行上網去 搜尋看 原廠有沒有提供程式 或者說 拿相近的感測器 來做一個修改的動作 好那程式基本上很短 這邊就是在設定這個端口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11就是代表使用這個DHT11的一個模組 然後4呢就代表它是 使用GPIO4 所以剛剛這張圖我們有說過GPIO 同學可以接到其他的GPIO接口 那這邊程式的這個4 就要去跟著修改 注意這個GPIO接口是看 GPIO的編號 它這邊有寫不是PIN的編號 GPIO4對應的是PIN7 但是這邊要寫的是GPIO的編號 不是寫7喔 這邊要注意是寫4 那最下面就是把 讀取到的資料印出來而已 它這邊印一個 這個是溫度 一位的小數 然後濕度也是 有一位的小數 就是溫度和濕度 所以這個程式非常的短 好那這個檔案呢就在這邊 同學可以自行把它丟到你的 數媒派裡面去執行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要怎麼把 這個檔案 放到你的數媒派裡面 其實呢很簡單就是用這個FTP 同學應該都使用過FileZ 那我們就在這邊打上你的IP 那這邊比較特別是 以為是Linux系統的關係 所以你前面要加上SFTP 然後 罵號兩條斜線 然後你的數媒派IP 比如說192 也有8.2.104 使用者名稱一樣跟你數媒派的帳號是一樣的 這邊預設 我們這數媒派是裝這個階級的系統 它預設就是 包含這個FTP的部分 所以這邊是不需要再 另外安裝套件的 按密碼是 龜色的密碼 或者預設的密碼 然後按確定 就可以登入進來 那你就可以放在自己想要的地方 比如說 HOMEWORK這邊 把檔案直接 拉進去 這樣子就完成 各位有沒有看到 DHT1.pi 好那現在我們就可以進行鋪體 進行遠程登入 192.168.2.1 1.4 帳號 Pi 密碼 OK 好那我們現在cd.hw 執行python 那個程式是DHT11.pi Enter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會把 溫濕度 都 讀取進來 那這邊好像程式非常短 它也沒有設 要多久讀一次 因為這是因為它在這個 韓式庫這邊它都幫你寫好 好所以我們這邊程式就不用再 去做控制 我們就可以看到現在有 這個溫濕度的資訊 比如說我們現在對它吹氣 看一下濕度會不會上升 我們可以看到濕度就快速上升到 本來77嘛 現在86 OK 那相信這個安裝跟程式也都非常簡單 那同學 那以下就給同學自行的 操作 那示範教學就先到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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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